每年的这个时候 英国伦敦购户街人头全动 家家户户开始添购圣诞佳节用品 受到封锁令影响 唐宁街和牛津街等 昔日圣诞大采购的热闹接近不再 人潮锐减零售商销售额也狂跌 那即使部分业者转战网络削价 抢生意希望能够帮补开支 但是在疫情冲击下 许多商家也不晓得他们究竟还能撑多久 英国新冠肺炎疫情反扑 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牵动全国6600多万人的心 更牵扯着无数中小企业的命运 每年的11月中 繁忙的伦敦市中心购物圣地 牛津街的灯火格外璀璨 几乎各个角落都散发浓厚的佳节气息 可如今望眼望去 街头一片空荡荡 只有寥寥几个路过的行人 英国零售商协会调查数据显示 打从政府这个月5号起 实施第二波全国封锁 非必要商店包括酒吧和餐馆等 不得开门营业 人潮大幅减少75% 收入缩税 运营开销却得如期缴付 让原本在意境中挣扎求存的业者雪上加霜 November in terms of pure sales is usually 35% higher in value than most other months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销售 第一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 英国零售商协会 推高病毒基本传染率 当局此举恐怕把零售商逼向 无法挽回的下行漩涡 在忍受大半年销条之后 英国零售商原本指望从11月开始的假日和圣诞佳节销售旺季搬回议程 但是二度封锁让他们的希望彻底泡汤 业者担心即便有再丰厚的现金储备 也无法撑过这一波危机